暗子不離身 陽閃不能少 太陽曬的基隆妙口夜市 人熟的可憐 夜機釣魚辦 商家全都熱的 受不了 口徑一致都是好認 因為根據中央氣象局公布 基隆市體感溫度最熱可達42度 攤商們將就裝上電扇 但吹得還是熱風 而為了搶客人 有業者下重本 像這家店家呢 他就準備了水冷氣機 帶你實測來看看 現在室外的溫度有多高 目前溫度呢 測得是37度 但是有了水冷氣機之後 氣溫可以降到31度 所以如果你放冰塊的話 整個吹出來其實就是 有冷氣房的效果 非常的涼 民眾也很聰明 選擇坐在有冷氣出風口的 小石店前 剛好旁邊店面有冷氣可以 剛好可以吹到一些冷氣 對 夜市為了搶客出廟招 另外一個原本熱到爆的地點 裝設中級消暑力氣 瞬間成為乘涼好去處 強烈雪霧噴得好涼爽 但你以為我在冰店嗎 不是喔 這一可是基隆東岸停車場 可以看到這一整排的水霧系統 可以將室內以及車子降溫3到5度 還沒設置這個水霧系統的時候 那因為所有的車子進來 那它就像一個火爐 很多個火爐在這裡面 那事實上裡面的溫度 常常應該會估計會超過40度 一下子本來就比較悶嘛 對啊 比較不通風啊 對啊 都這個設計不錯 停車場室內溫度只要一超過30度 就會噴灑水霧 原本應該是悶到爆的地下 停車場氣溫只有32度 跟室外比差很大 走到停車場外面能有多熱 帶你來實測熱輻射 目前測量地面熱輻射是44度 日前基隆氣溫高達38度 民眾熱到受不了 不想愛車曬傷 也讓這個停車場意外爆紅 記者李孟昌 卓越姿 基隆報導